美国制裁中共军方 即是说这个叫做李尚福的事件 这里讲是引起北京里面的恐慌效应 怎样恐慌效应呢? 看回这段报道和大家拆解一下 美国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部部长李尚福 因涉及中国对俄罗斯买这个S35和S400制裁法令 制裁当然是很坚的 这里讲到明有法国官方背景的法港网 报道称此举立即在北京官场引发一种很不利当局的恐惧效应 这次效应还不断扩散 不过分析指出这些带有阴谋论的色彩只是猜测 猜测阴谋论 怎样阴谋论呢? 这件事说出来真的有可能是在恐慌状态的 你看回中共的反应就知道 中共 即不是已经说不是李尚福一个人的事 是整个共产党里面的资产 即是含家产的嘛 真是含家产的 看回这段报道如何含家产的呢? 看回这里了 经常性聚焦中国负面新闻的法网 即是法国广播网 报道北京对美国的制裁抗议呢? 即是抗议强烈得出奇 即是说反应很大幅这样 那么大反应啊? 就知道它里面觉得这件事乱了东西 罕见地呢? 制出包括赵建啊 美国大使啊 三招反制裁措施分析指出 北京担心是特朗普啊 行中武剑啊 志在佩公 这件事就说 什么叫佩公呢? 就是指中共里面的官员的权贵家族啊? 说到巴南亚文件啊 这些国际记者调查披露资料呢 已经知道中共的权贵啊 那些资产呢 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呢 这些财富的数字 已经是天文数字啊 天文数字会拿去哪里呢? 不用说我拿去美帝里面 包括很多东西 放在美国里面 这件事这样报道呢 为什么人人害怕呢? 看回一件事再看回这件事啦 报道指出 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 假如这次商贸战继续恶化下去呢 权归门 谁都不敢保证啊 特朗普会不会让他的名字和财产呢 亮相即是公布他的名字财产呢 美国呢 若全盘托出中国官员 红色权贵在美国的财产 将会在美中国引发一场天崩地裂的海啸 甚至亡党啦 亡党啊 真是亡党 不是海啸问家 是亡党啊 亦都有分析认为 他说中共反制的举措呢 在情理之中呢 未有过激之处呢 法网指出 是有带有阴谋论的成份呢 来猜测 这样这里讲啦 这里已经讲到 上次就是说 对美国那个 美国制出的制裁 对这个 对这个 李常福制裁嘛 那看回这件事报道讲 其实都是钱的嘛 钱? 那经常都讲的嘛 你加入中国 即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呢 特别是解放军呢 这些游水位置呢 游水啊 这样他赚到的钱呢 老实讲 这些资产一定会转走的 转走了 那转走了 其实这件事就看了一件事咯 他根本这些所谓 共产党的解放军级人马 或者那些高级党员 那些人渣呢 那些党员或者那些比较低级的太监党员呢 都是一样的 赚钱走 很明显的 他怕什么呢 怕被人充公家产 和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 公布嘛 你看看何志平就知道了 何志平随时爆大话 一爆 你看解放军背景 何志平那件事 他的金主是叶简明 叶简明都是解放级人马来的嘛 他解放级人马 解放级人马 他可以赚彭蜂蜂了 可以卖能源 你说这间所谓民企 可以卖能源卖到千亿生家 甚至上了去那些富豪榜那些千亿生家 有没有可能是民营呢 甚至说到叶简明他卖能源卖给谁 就卖给左手的右手 就卖给中共的解放军 就这样赚钱的 现在业假明被人捉了 开了名字已经被人捉了 其他这个李尚福 这个只是一个叫做杀鸡警校 杀鸡警校令到他一片混乱恐慌 所以美帝走一步走一招 所以为什么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说明 他说我们打贸易战赢的机会很高 一个CIA情报头头 即前程CIA情报头头 他一定掌握了大把这些中共军方 甚至中共那些中低级太监官员的资产 那些在哪里有几多等着和你慢慢玩 你害怕呀 有牌你害怕 再说一件事 这件事已经中共军方不断做生意 你以为真是打仗吗 是吧 做生意 你看看现在讲到明 即是说特朗普呢 说到明在联合国大会 指明道姓指着中国说 指着中共说 喂!你干预我美国的大选喔 干预我美国的大选喔 这件事可大可小的指控 你看回一件事 很罕见的 其实在联合国大会 摆到明是想讨论伊朗阻止 这些大杀伤力核武的问题 但为何突然转移视线 只用着中共来吵呢 是吧! 特朗普之前说的 已经说是白宫里面的官员透露 现在特朗普是总统级出来说 说你干预我的选举呀 干预我的中期选举呀 对抗我们的政府 对抗美国政府 他说这样说 你对抗我 不想我共和党胜出 因为历史首位总统在贸易上挑战中国 即是挑战中共 而我们美国只是折折胜利 折折胜利呀 讲到明是指明道性的 吊策你中共在联合国 不讲得少的 不是普通话 一个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已经很大事了 这样子用法 看回东西 特朗普讲到明 有很多证据的 很多的 讲到明已经说有一吨 用重量计一吨 一吨有多少 整个汽车 一辆中小型汽车成吨 就是这么多 重量这么多 是吧 这条讲到明 你中共的官媒 他说你中共的官媒 中国日报 星期日呢 就是在美国里面刊登 刊登中 就是提及贸易战后 中国进口 就是中国放弃进口 和美国进口大斗 就是威吓 他说这样就是呢 攻击威吓我们的农民 就是说特朗普嫖瘦 利用这些广告 和声明 他说这些就不是广告 就看起来 就是一个摆明的攻击 和针对性的 或社论 但是 其实呢 他讲到明 这些就是中国里面的制作 中国里面的制作 现在讲到整个 有美国官员都批评 中国是伤害着 美国的选举的 美国选举 又利用这些政治 经济、军事手段 来影响美国的主流意见 这样就是想影响选举 你看回 看影响选举有什么后果呢 你看回 看后果 讲回美国的价值 核心价值 分一二三 讲第三样东西 美国的价值呢 第三位呢 第三位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军事啦 就是整个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人民的价值 军事 放第三位 第二就是金融 金融的全世界 金融经济 放第三位 第一样东西呢 在美国里面的价值 就是选票 选票放第一位的 即是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 这样吊策中共呢 就摆到明呢 就不是说给中共听的 他的做法就是说给美国的选民听的 告诉他 其实他用通俄门事件而已嘛 通俄门事件搞到多大 是吧 用通俄门事件 现在你影响我美国的大选 是很严重的 是吧 即是你想啊 现在美国是 埋头是 在联合国都是这样直接表辞你中共 就是说 中共的匪国就是美国的票仓 是吧 你看 通俄门事件 通俄门事件 即是几乎令到美国和俄罗斯 近乎断交的状态 即是这个选票 即第一位很紧要的影响 因为你看回特朗普打回这个牌 即是你想想 他的对手 特朗普的对手 一向都用通俄门事件来攻击特朗普 现在就对了 因为很多现在常说贸易战 很多左交媒体利用这个贸易战 又说美国会怎么样在贸易战上面 即是会吃亏啊 怎样怎样啦 那左交媒体 现在美国就是美大 即特朗普就玩了 玩回这件事 通俄门事件发烤而已 是吧 如果通俄门事件发烤 即是找回这个选举 这个美国最大的核心价值 就是民主选举的选票 就用这个选择中共 那带出什么信息呢 你可以看通俄门事件 可以和美俄几乎断交 互相驱逐外交官的 几乎开战 开战都可以的 你看回这件事 如果美国真的玩这件事 通中门 通中中共门 即是通中共的跪 通去的跪 这件事 这件事呢 如果真的美国 好像对俄罗斯 真的跟中共断交 譬如说断交 这个信息 对台湾来说是好事 甚至对香港来说 都是好事的哦 是吧 即是说回香港来说呢 即是昨天说过 即是美国对香港 几乎等于 好像对台湾那样 美国对台湾等于 差不多自己的州那样 对香港也是等于自己的州那样 你看回一样 美国即是香港 他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联系汇率 联系什么 美金的嘛 美金啊 即是港元呢 就等于美金那样 美金的即是美国的第二货币 即是等于香港 即是等于美国其中一个州 对不对 你看回一样东西而已 现在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 这样矛头直指你中共都不客气 屌尺你的 那你想下 美国可以用选举的策略 来再打一样牌 就是选票牌 就是中共干涉美国的中期选举 那这样中共呢 真是大乱王之中的大乱王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